翻回去拍手 翻回去擺褲子 推手後 由手推出去 大家好 又有新一集 我們這個節目之前找過很多動作指導 還有一些導演講一些我們香港當時的動作片的輝煌的盛世 但這次我們特別找到一位在資料顯示她是香港第一位女的動作指導 是哪位呢 就是清清姐 你好 你好 多謝清清姐 上次劉嘉良和師傅的回顧展看到你 我們網上好像少了你的資料 因為其實你在香港的動作片都做過很多崗位 武師也有動作指導 所以想多問你一些你之前的經歷 首先多謝你邀請我做這個訪問 其實我很開心你再給我一次機會 我回憶我之前拍戲的點滴 是否小時候已經是學舞呢 是舞術隊還是怎樣 我八歲就開始執舞 因為那時候我身體不太好 爸爸媽媽就送我去武術學校 其實我都沒有想過做一個什麼運動員 我純粹是爸爸媽媽想我身體好 強身健體 因為我聽到你好像說你其實全家都是運動員 是的 我爸爸是打籃球的 我媽媽是宣傳隊的 我哥哥打籃球 我姐姐是田徑 我很好動 我什麼運動都學的 在學校 業餘學校裏面 當初還沒有武術學的 我學會有乒乓球 田徑 跑步 籃球 派球 我也有學的 我有去做運動 裡面這麼多運動 我們每一次 半功讀 我們每一次運動課的時候 就自己去選擇一項去參與 最後就是我們業餘體校裡面 就邀請 在韶慶邀請了兩個教練 武術教練 一個男的一個女的 學校裡面就挑選了我去武術隊 我由那時候八歲就開始執舞 你覺得自由度都很大 給你們選擇 每一項都學一些 開始就說 你去做這麼多運動 教練就會教你 但是教練會選的 譬如你要參加籃球比賽的時候 誰適合籃球的 就選擇去籃球隊做訓練 打籃球我矮 我不夠人搶 但是我打前鋒 我也試過 好像說不行 然後打排球 他說我又是矮 我又不教別人高拍球 我又不行 然後去打乒乓球 我又不太喜歡乒乓球 為什麼呢 我喜歡大 我喜歡很大動作 他動得多一點 然後我又去做田徑 我又試過跑步 跳遠那些 我又可以 然後就訓練了一段時間 然後有武術隊的時候 我被別人選擇去武術隊 小小粒粒就行了 學武術隊 那我就去了武術隊 你又如何接觸到電影界呢 其實不是的 我是1979年才來香港 來香港我表哥 就是之前已經來香港 他就曾經在邵氏 是做過武術隊 他接觸了劉師傅 他很崇拜劉師傅的功夫 他說不如這樣吧 阿妹呀你懂功夫 我介紹你進去邵氏試鏡 他說劉師傅好打得的 我也不知道劉師傅是哪一位 我自己練習 我就照自己練習 然後有一天試鏡進去 他們介紹劉師傅 我就覺得劉師傅很有型 原來廠長這麼大 有很多演員在 我就很新奇 也很好奇 也經常到處去問人家 為什麼我們時裝 他拍古裝 這個是青裝還是文初 師傅就不知道我叫什麼名字 他說叫小青 不要了 他叫妹妹、小妹 那些都是 你不要過來 我過到處去 你懂什麼功夫 我懂武術 但那時候我又不知道 角術和武術是有分的 我就說武術 武術你懂什麼 都衝劍棍我都懂 一會試鏡 你就全部打出來就行了 就開始試鏡 進了化妝碳 他叫副導演帶個化妝碳 化一個淡妝 給那些清妝 給那些清妝的蝙蝠 我穿 梳了兩條鞭子 好 入到廠 鏡頭就放在這裡 我也不知道什麼鏡頭 然後他說 這個機器是拍你的 你跟著做動作 你不要管了 攝影師就跟我的動作 我就拍了一套拳 劍、刀 師父就說可以 其他槍、棍我都可以 那時候我沒有說太極 因為太極我打算是 我們群體參加比賽時 群體裏面有太極拳 我就覺得是比賽 我就沒有懷疑 年輕女兒當然是動的 他就 扔一枝棍下來 那時候 剛好廠裏面都是有動作的 黃龍威、威哥、嘉輝 他打棍 少林沙、陸房 扔一枝棍來 我發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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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 不同的那些棍花 我全部都打出來 師父說怎樣? 過來 我做甚麼動作 你做甚麼動作 師父就教我 他紅拳的動作 我照做 我照跟 他說不錯 跟得好 之後你會學多點東西 好了 跟他下妝 大約是一個小時左右 我就去下妝換衣服 出來 叫我表哥 你帶他去餐廳吃點東西 吃點東西 回頭 王家熙先生 就叫我進去寫字樓 我表哥帶我進去 他說 跟我們說 簽約 我說簽約 他收留我了 其實我還不懂說 他說他收留我 他說不是 簽了你做演員 那你就乖乖地聽劉師傅說拍戲 原來是劉師傅要求方小姐 就說 無論如何要簽我的 簽就簽三年 就由那時開始就知道電影是甚麼回事 所以你說我是否有興趣 或者想著真的進入這行 是沒有的 是 很感恩 由那時就開始認識劉師傅 還有劉師傅的功夫 令到我更加深入了 就是說 就是說我們屬於北派 北派和他南派的實打 形狀是不同的 就是形式也不同的 還有我們北派的武術來說 就是叫教練 不是叫老師 不是叫師傅 也都說沒有拜師 師傅這裏就是角術 有批別之分的 它是一代代的寸下來的 所以原來 武術有這麼多要學的地方 你有沒有正式拜劉家良師傅為師 還是他一直拍一邊教你 沒有拜師 不過大家都很尊重劉師傅 所以我一直都叫他師傅 還有他覺得我小時候 他就去生活 或者拍戲 或者吃飯 或者去做其他事情 就是談事情 看毛片 他都會帶我 就會一直告訴我 電影是怎樣的 怎樣會有毛片 怎樣充勢 怎樣配音 就是由不懂 知道怎樣參與一部電影 而且一到他們已經拍 好像特彭大師 他就已經給我一個特寫 我都不懂做反應 其實你看那個鏡頭 我就懂得 噢 就有一個反應 他教你整個電影的流程 不只是功夫 就是整個 整個流程 知道機器是怎樣拍 霧片是怎樣沖出來的 看完霧片之後 不好的 怎樣去補鏡頭 補鏡頭 很多 但那時候我記不到這麼多 因為真的不懂 慢慢地學 第一套正式是和文定三婆八年教 是 羅里做導演 也是劉師傅做動作導演 也是有個角色 那部是第一部 他們各個拿劇本 我又不懂看 我又不知那個 角色的性格 其他我甚麼都不懂 通常都是副導演來追蹤我 他就說 這場戲我們做甚麼 例如你們大家一起吃飯 羅里是做奸的 他就說 帶一班人進來 怎樣對付你們 打你又不用想了 有武術指導 有三個武術指導在這裏 打的時候 做戲的時候 鏡頭是對著你的 你應該做甚麼 其實我那時候真的很尷尬 你看到我表情很僵硬 而且又做嘉輝的女朋友 做甚麼女朋友 我這麼小 哪裏有想過拍拖 那時 即是說起 即是未知如何進入角色 是 摸不透 還有那個表情 人家說這樣 我就這樣 即是他們一路都在指點 你平時是這樣的 你拍拖又怎樣 你吃飯時又怎樣 即是他會說回頭 我吃飯就這樣 就這樣 可以了 照做 照做 即是很多這樣 慢慢一步一步 才知道 當我熟悉了角色 我是怎樣的時候 已經是 那場戲你要死 你自己 其實你有沒有說 怎樣去調教自己 因為電影和你之前在武術隊不同 劉師傅怎樣教你 你平時就是這樣 但你拍攝時 是否要誇張一點 其實我自己的性格比較好動 還有對電影開始慢慢深入了之後 就開始喜歡 師傅當我去慢慢調節 我就會說 將我自己 譬如我的角色 我會首先了解角色 我要做些甚麼 或是我要打些甚麼 需要我打動作兵器 沒有北派 還是拿劍 拿刀 還有我的性格是奸 或是徒弟 或是壞人 或是妹 或是妹 或是情人 我了解 我便將自己 空白了 因為我根本是空白的 因為我從來都未接觸過這些角色 將她所說的事 我想做回那件事 做回那個角色的事 我打的 我是合女 我打得的 我很剛強 我就做回那件事 表情那方面 就是內心氣沒有甚麼 因為真是 未知道她的感情 譬如那個人死的時候 我對感情是怎樣 還未去到那個階段 所以我就知道 打的時候我很瀟灑 我很爽 動作 我就發揮在這方面 你是不是在邵氏都有四五年 我在邵氏六年 我簽了三年 最後再續三年 你覺得邵氏的生活是怎樣 是否都有宿舍給你還是怎樣 邵氏有宿舍的 我也有一個宿舍的 很少住的 除非是通宵 我就回去睡一睡 因為始終 我都是喜歡和家人一齊 有家人比較放心 因為來到香港 都不是很久 而且我出到街 甚麼條街都是一樣的 特別是女人街 他們說女人街 有很多衣服 我同室路 但又不知怎樣回家 終於找個地方 問人家借電話 我在哪裏 你來接我 所以香港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那時候有沒有說 一定是拍劉家良師傅 因為我見你之後其實都不是 你有坐原導演 又有盧俊谷導演 又有張哲導演 其實是否 哪個導演都用得來 都無所謂 我有問過師傅 有另一個導演 譬如張哲 張哲在第二部找我 在蕭林義武當 我問過師傅 師傅我接不接到的 可不可以接 因為我是 頭大半年一年 我都跟著師傅 他說你可以 拍多些導演的戲好的 學多些東西 我就說 不是 我好像跟師傅來的 不是 你簽了在邵氏電影公司 你哪個導演都可以拍 我接了張哲導演的 少林義武當 之後就多了 華山的血鷹舞 坐完師傅的 《書劍16》 《書劍16》 《天公解釋6》 《天公解釋6》 《老俊谷》 《日劫》 有張森的田雞國河扮演男生 有台灣導演的《大瓊英雄傳》 和《迪龍哥哥》 我喜歡武林聖火靈 《老俊谷》 《老俊谷》 《武林聖火靈》 《青山變》 《青宮解釋6》 我全部都有角色 不錯 不同的角色 不同的打扮 其實打也是 拿劍多 劍 劍 你有沒有記不記得 他們幾位導演 哪位和你默契 火花多一點 默契 看看 最初樓師傅 我拍這些電影 師傅開了《五龍八角棍》 我就回去拍《五龍八角棍》的楊九妹 做個角色楊九妹 然後我就覺得 是不同了 我拍了其他導演的電影 再拍劉師傅的電影 我就覺得是不同了 我覺得 有個歸屬感 我覺得去師傅那裏 做戲很多方面 大家溝通那方面 和符聲 我其中一個 第一個偶像 家輝哥哥 小龍姐姐 跟他們一起 我覺得 戲很容易投入 特別是符聲 他帶動我們的戲 我覺得 拍那場哭的戲 我都不用瞪眼水 我自然就哭了出來 很感動 和他們一起是很舒服的 很融入家庭 是否跟其他導演合作 更加是 開始明白多了 和他們有不同的形式 不同的拍攝方法 是呀 每一組的武術指導都不同 他們的度法都不同 打法又不同 又 老準局那邊 又試過吊威亞 師傅那裏沒有 在那邊 我試過第一次吊威亞 從廠頭飛到廠尾 是 武林聖火令 好像坐在聖火令 飛出去 有幾個結局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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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都最近這個劇 是呀 《日劫》這些好像都是 以前 那時流行武俠的科幻電影 我都記得 那些拍法是怎樣 其實是否他們做的道具 那些很煩 其實他們都是專業的 但是那個《日劫》裏面 我做一個其中的妹仔 就是鍾楚紅的妹仔 所以我們都沒有接觸 比較科幻 都是二東星 他做的大俠 是他們接觸多些 他打多些 那套戲我沒有得打 應該聖火令多些 武林聖火令 天殘變 那些給我多打 是 精工計士錄 是 好像武林聖火令 那些道具 那些你們想不想 是否說都要少些NG 因為他們說 會不會做得很辛苦 這裏一兩剪好了 會不會做得很難 很難去做那些道具 那些會不會發 因為那些好像 其實是將那些粵語長片 那些東西再變回 加回電腦 再重拍 是呀 是呀 我想他們會辛苦些 但是我們 如果說劇情來說 其實應該是武術指導 他量度的動作 他會留意道具 怎樣用到 譬如那個武林聖火令 整個在這裡 我在練功的時候 那個東西裡面在轉 他們比較花心思 就是魯俊谷導演那邊 哪一位做武術指導 他們就好像 好像是 他們叫 叫阿魯 潘娟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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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叫火記 他的名字叫火記 不是 他花名 應該是 就是這樣 另外 張摺導演那邊 就是他們的契仔 郭追師傅 江生 江生 陸鋒 你也很熟 很喜歡看 你多數在邵氏都是拍武俠片 古裝的 其實有沒有說 都有點厭倦 想拍時裝 我又沒有想過 我又很享受 古裝人的 那個 那個角色 我覺得是不同 古裝衣服很漂亮 那他們的化妝 你們每次 化妝有很多化妝師傅 我們去到每個 有個化妝位 你去到告訴他 我化妝幾點 其實他們都有通告 他便會和你化妝 化妝後我們走入廠 走去隔離廠換衣服 因為化妝服飾 就像你看日劫 紅菇 會不會都很久 我們說兩個 比較方便 他這個豬豬 就要打一條鏈 就比較久 古裝 花錢近一點 因為我記得 如果時裝 我記得你也嚇串過一套 就是 楚元師傅那套 就是瘋狂八三 很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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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好像在醫院 和翁美玲和王近華打那場 是 但我又很享受時裝 即是說 很輕鬆 很輕鬆 不用很漏爆 因為拍古裝 我一打 那些師傅 梳頭師傅 跟我的夾特別夾很多 很激烈 是 夾到整頭都是 有時候頭很痛 頭很痛 夾那些頭夾 是否也很重 那些頭色 對 因為他有邊 有假髮 所以 頭整天脫 一脫 回到他又夾多幾個 嘩 夾到頭很痛 但時裝拍了 那一部就覺得很輕鬆 但在兆治出來 我就覺得自己好像古裝人 整個古裝人 習慣了 習慣了 一進去 古裝 化妝 膝頭 就是這樣 走路 一進去就古裝 對 我想說 《瘋狂八三》 那裏是唯一一套 翁美玲拍的電影 是怎樣的 翁美玲的印象 其實 一場戲 我們大家都不太熟悉 為什麼呢 因為始終它是電視 電影 而且進去 只是為了拍那部電影 所以還未去到 怎樣說呢 好像我這樣跟你聊天 很熟悉 拍那部電影的時候 大家都很好聊 你有沒有打到我 可以了我會遷你 你的動作不是這樣 你這樣是不是舒服 一些 大家就走 變成黃逸華又很好聊 他說 可以了 你們兩個 做好 就是這樣 我們拍戲的時候 有這樣的過場 其實你這麼多套 在邵氏的動作片 拍得長不長時間 是否劉家良師傅那些 會拍得長久一點 會不會一場打 會拍幾天 是呀 是呀 因為他拍了 為何說拍這麼多天 因為演員的打 是呀 還有場景大 演員多 是呀 是呀 變成了他拍得很細節 是呀 是呀 他拍得很細節 他拍得很細節 還有是 出來的那些 那些我們叫什麼 時空或者過場 他們都很 有要求 師傅 很有要求 變成了出來 怎麼說 質素 是 比較高一點 就是比較 慢慢拍出來的質量 才會好 是呀 是呀 拍了一套紀錄片 《東方巨龍》 那時候是嗎 我們回大陸 去訪問一些高人 程少東導演 就在亞洲電視 接了一個中華英雄劇 中華英雄劇 中華英雄劇 對呀 就找了我 這套 我們一定要說 就是上我的賭勝 不是 六頂幾日 張文有個池在那裡 是 飛上去 脖子掉下來 一起來 第二集 原來是青霞 是 那些沒有我看 然後潛下去 哇 叫救命 嗯